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6月18日 今天的新闻非常重要 习近平带领着常委一班人 决策层 庆曹出东 又来到上海 参观不忘出席牢记使命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 这个动作是够大的 这是第二次 上一次是2017年的10月31日 也是这个阵容 当时习近平是带领着常委一班人 到大上海去 一方面是挺李强 因为李强刚接班 上海帮以江泽民为首的 抵制比较厉害 韩正和李强没正式交接 也很生气 那时候情况和现在不同 现在这次来 我认为最主要就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再一次 这个宣示 中美这个对峙啊 过去你想中国和美国的关系 那是合作共赢啊 繁荣发展 现在变成什么呢 敌对关系啊 不是冷战的问题啊 我多次讲过啊 是热战的可能性啊 也就是习近平 也就是习近平搞这套基础路线啊 还有这个新冠蔓延世界 已经彻底的得罪了美国了 虽然美国昨天 叶伦啊 还有美国的这个安全顾问 叫沙利文吧 这个捷克沙利文啊 6月17号 已经讲到了 就美国总统拜登啊 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 和这个习近平接触 接触了大概的时间 在10月份啊 到意大利 有一个Z7峰会 那么呢 至于说 这个见面谈什么 这要看未来这90天 这个拜登已经下令 情报部门要拿出一个统一的一些 也就是新冠 是不是 武汉啊 是也是泄露出来的 泄露出来又是有意的呢 还是无意的 如果是前者无意的 这个可能双方 我估计还有点 商谈的可能性 这个协调啊 缓解的可能性 如果说是 有意释放的生物武器战争 像严厉梦讲的那样 那么 这个可以想象 是个什么结果啊 对不对 所以习近平 不论这两种结果 习近平都不能接受 因为习近平 刚毕自用浩大戏功啊 死要命的活手罪啊 不国家搞成这个样子 赌气外交 赌气治国啊 什么都是赌气啊 反腐败都是赌气 赌到现在位置 我认为 基本上输光了 冬奥会能不能搞 是个问题 所以说 习近平看到现在 这个危难的时刻 尤其是普京和拜登的会节 是习近平的最后一根稻草 也断了啊 这个 你看这一两天 发生的这个事情 很多很多呀 这次到这个上海来 上海福安大学 刚刚发生了凶杀案 对吧 就李文华博士杀了这个 党组书记王文真啊 那不就对党去的吗 是吧 说明党不得人心 这个另外国安部的副部长 董经纬叛逃啊 这说明什么 说明党内人心躁动 人心欢散啊 你在看这个 这个这次这个 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啊 这个 季啊 七会议啊 还有就北约峰会啊 还有这刚才讲到这个 拜登和这个普京的会见 一系列的 已经说明什么呢 一个对中共 围堵的这个势头啊 这个已经形成了 这个大势已经叫人包围了 不能改变了啊 所以确实到了一个危难的时刻 这时候 内部的团结啊 这个 抱团驱难 这个就非常重要了 习近平急了啊 这次来到这个所谓 上海啊 参观这个 啊 这个 过去这些历史的痕迹啊 中共党史的什么 战篮馆 战篮馆啊 又讲了一遍 不忘出席 老几十名啊 又宣誓 这个宣誓说什么 说明什么 说明上次宣誓不算数 没做到 才第二次又宣誓 对不对 其实不是第二次宣誓 第三次宣誓 第一次是你入党的时候宣誓 对不对 由于呢 没算数 所以说不忠诚 啊 不是忘了出席的问题 心早就没了 对不对 心都奔前而去了 你想共产党 建政之初的时候 这些 毛韵子啊 毛泽东 这个张国焘这些人 他两个都翻脸了 你想对不对 张国焘死在 多伦多啊 就在这个 是嘎堡埋着呢 是吧 张国焘 连这个墓还得搞两个墓 一个墓 墓碑 两面人 那什么意思 这个知道共产党很啊 如果这个 这一面 啊 露在外面这一边的墓碑 这个写死 张国焘 他知道共产党对他要下狠手 你看到现在的辈子 你看 再不忘出行 中国大使馆 什么时候 还搞过活动 纪念纪念张国焘 把张国焘 当成这个 叛党分子了 可见党内权力斗争的 从那个年代就开始了 到现在为止 所以这个习近平 搞这套东西在上海 这次啊 就充分显示 这么显示 就信念的崩塌呀 这些人都是成了两面人 不要看一次学识 两次学识 三次学识 再学识 习里想的我那些财产 想王岐山 那些房产 那些私生子的那些钱 放在海外 让郭文贵爆料给揭露的 淋漓尽致 对不对 你否则的话 王健怎么死的呀 孟宏伟怎么抓回去了 就等等啊 就很诡异的事情啊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那你习近平 你本身 就算你 连锦姐夫 邓家贵 在香港的大宅的钱 哪来了 是吧 和那个 肖建华是个什么关系啊 是吧 和叶简明是什么关系啊 等等啊 还有这个栗战书 也全是了 但栗战书的女儿 利潜心 那钱怎么来的 女学菜花 不知道那个赛马怎么来的 汪洋也一样 汪洋是 现在也是 这个论语奉承了 原本是一个思想 比较开放的一个人 等等等等 说明什么 共产党啊 有最初的 一些 有点理想和报复的 知识分子 满脑的乌托邦思想 借马列主义 想改造中国 这个夺权 但是夺权以后 马上就贬制了 已经堕落成了一个 贪腐的 汪法的啊 像一个犯罪集团了 实际上 现在在国际上 已经声名狼藉 四面楚歌 人人唾弃啊 因为你把这个新冠 霍霍的全世界 你想一想 能不能有好印象吧 美国死到60万人 美国能不能完事 不可能完事啊 我觉得 拜登即使在 10月份见习近平 也是最后通牒了 就把那个 90天的 这个证据 拿给你看看 君子的谢礼 后兵 是吧 给你看看 然后到联合国去 讲一讲 讲不好 可能就在 就是形式问罪了 能不能见面 还很难讲 他只是说 10月份见面 也可能是视频 也可能是 这个现场 即使是现场 我认为双方 想回到过去的年代 已经有可能了 因为你 你绕不过 新冠这个事情 病毒这个事情 现在证据是确实 一个是严厉梦 这是个证人 你的证言 证词 还有这个 2015出版的 基因工程这个书 此外还有武汉 深受起来的老百姓 等等 所以习近平 这个绕不过去 他之所以 他之所以在这个 这一次又 即2017之后 又来一次到上海 那就证明 他们所谓的 永不叛党 忠诚于党 不妄出席的东西 已经是什么呢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完全是瞎忽悠 你看这一次 根据西华社的报道 是这个下午三点二十分 带领着李克强 栗战树 汪洋 王沪敏 赵乐际 韩正 王岐山 都来到现场了 王岐山还不是这个 这次王岐山是一个国家副主席的身份 应该讲他不属于这个核心 太核心层的 也是全凭习近平的对他的重视程度 但是这些人来到现场 也不过是做官养文章 想在最后这个时刻 声嘶力竭的喊嘴嗓了 让大家忠诚于党 千万别像董经理那样 千万别叛党 这个自杀等等 你看今天看到一个消息 又有一个 这个一个非常有名的人 也就是哈尔滨 工程大学的副校长 九点三十四分 这个自杀生亡 张志杰 张志杰是第五届前三奖 这个科技奖的获得者 你想这样的人也是 也是叛党了 是吧 工党不就是什么 如果你自杀 他认为也是叛党 当年高岗死掉了 毛泽东对他的评价 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你看 现在的确到了危难的时刻 所以说本人认为 这次搞这个活动 完全是瞎忽悠 你不管跑多少套 都没有用 关键是你做了什么事 所以这次来 我认为 与其所思来 鼓舞士气 不如是来给什么 来搞一次 中国共产党的一体告别仪式 可能没有下一次了 总共必将被扔到历史的垃圾箱 我们今天的海外秦南节目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再见 再见